我相信用夏寶龍來取代張曉明 是理順了國務院港澳辦 以及駐香港的中聯辦之間 一直傳說中的不咬言和不調和 甚至有一個時期我們聽見 當然我不是內幕中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總統的跡象顯示都有點像 就是互拖後腿 這個我相信是由一個副國級的領導人 是統領澳門和香港的中聯辦 兩個頭頭作為港澳辦的副主任 徹底處理了這個問題 現在全部都是受名習近平 所以以後如果有什麼東瓜豆腐 希望不是東瓜豆腐 希望可以飛黃騰達 全部都是習近平一力承擔的 再不能歸咎這兩個部門 胡拖後退 我看如果習近平真的如我所料 是因為要救經濟 要救國家的經濟 而不能夠沒有了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幫他繼續是集外資 換外匯的話 他往後對香港政策 不可能硬 只可以是軟 因為如果你繼續硬的話 他已經硬了這麼多年 你想想 反送中運動 他硬到怎樣 找些警察出來 看見年輕人 就當他有罪 這樣拼湿你 那他做不到 現在反而他在國際之間 面對的困局 是越來越大 所以 如果你真的這麼大動作 是換了 廣告辦 中聯辦 的頭頭的話 你只會是用懷柔 用一種籠落的手段 當然我覺得 最應該是徹底地回歸 一國柳制高度自說 這樣才有得救 如果你繼續硬下去 你換人來做什麼 換人不需要 你想想 張曉明和黃志民 已經做得很硬 已經均臨天下這麼久 如果他認為這個路線是臭效的 可以令他取信於國際 令阿里巴巴等等 可以繼續在香港 去集資 香港可以繼續換外匯 他不用換人 所以我 分析 我就會覺得 下來的日子 他一定會透過夏寶龍 應該是走一個比較懷柔 龍落的手段 但是我奉勸 習近平主席 不要想著 一時三刻 一時制宜 就做了 這些權宜之計就算了 而是你要從徹底去反省 為什麼香港 你搞這麼多年都搞不定 就是因為 你沒有根據你承諾香港 令到香港人 那種期許中的國度出現 所以你回歸基本法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 就是你能夠有效管治香港 香港繼續發揮 國際金融中心的 集資換外匯功能的 不二法沒 我不認識中國共產黨 我不知道他怎麼搞 我只知道 由一個 中聯辦 香港的主任 變成黨史研究室 去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 看怕 都不可能是 重用 和升職 所以 他保持正部級 究竟代表什麼 我就不好說 我不懂 但是很明顯 就是等了冬菇 我覺得駱惠寧主任 來了香港 去主理這個中聯辦之後 是有一些 新的舉措 吳廣遠 譬如最近 他去招商局的倉 看看有多少米 跟著就說 連東江水 攻港的那個 系統都要去檢視等等 他始終都是 主理兩個大省 他是有一個政治的面向 他是基本上一個政治人 所以他有一些政治的操作 一些政治秀 他是做得不錯的 另外我覺得他的低調 我是希望展示一個新的方向 就是他會認真貫徹 基本法第二十二條 不會掩止 香港 被基本法 規範成為香港內部事務的事情 我希望是這樣 還有我也聽到很多報道 就說 一些傳統的 所謂的 土共 整個制度裏面的組織的人 其實他到今天 來了香港 兩個月 都未見過 我相信這些 是令到這些 所謂的 土共的人物 是會 忐忌不安 如坐針尖 但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 展現一個新的方向